属于森林郎的赛季已经结束,他们在首轮一刀四不敌综合实力更强的火箭,但是板凳骑上的乐苏却给料球迷门无数的惊喜,长军14.2分远高于常规赛,虽然这样的表现不及他巅峰赛季的数据,但经历料底薪加盟骑士之后的伤病,交易,残缘,最后来到森林郎继续发挥也热实属不易。 可惜的是,洛斯的前队友诺阿就没有那么新预料,中京童年入选过双一阵的他如今却处于打不上球的情况,回到2013-14赛季,公牛经历料大面积的伤病,当家球星洛斯赛季报销,替补后为麦克詹姆斯同样受到吸烧困扰,就连别人吉米巴特勒也因伤缺席料不少比赛,赛季中断球队还送走料队内投好,得分手罗尔登,因此公牛前队没有一人长军得分超过15分, 最高的还是以替补身份加入球队的DJ奥古斯丁,在如此正大的情况下,诺阿挺身来出,长军贡献12.6分11.3篮板5次助攻,三项数据军事职业生涯新高,温车达到辽11.2,托职也高达20,几乎以一级之力带领,公牛打到辽东部第四,赛季结束后,诺阿凭借优秀的发挥同时入选料,最佳阵容一阵,和联盟最佳防守阵容一阵, 成为辽联盟少有的双一阵球员,要知道强如杜兰特这样在攻防两端,都有出色表现的球员,也没能获此殊荣,但当时消息传出后,还是引起辽不少球迷的质疑, 一个长军得分不超过15分,封盖不超过1.54的球员,平时摩同时入选双一阵,实际上, 大个赛季的诺阿表现真的足够兴艳,曾在对阵魔术的比赛中打出辽26加19的大号两双带领球,对,在加10赛中击败对手, 此外,他在MVP榜单上还立压阿德,他登等球星排在辽第四位,作为一名中锋球员,诺阿展现了他顶级的侧应能力, 整个赛季有过8次助攻上双,其中还有4次拿到辽三双的数据,在防守端,他时刻充满住激情,通过积极的脚步移动扩大防守面积, 要知道当队友是BJ奥古斯兵和布德尔的时候,公牛还能是联盟顶级的防守强队,其中诺阿德付出可不是数据就能体现出来的, 倒料2016年的夏天,尼克斯用次年7200莫的大合同签下廉诺阿,希望他能够为球队的内线带来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